好,要怎么样安装学校在总务处和人事式的影印机呢? 首先,你要先上教师上传的共享软体 共享软体区 我建议各位用最后修改日期 在右手边这边最后修改日期去排序 最后一个档案就是了 最后一个档案下载回你的桌面上 好,已经在桌面上以后呢 请你按右键解压缩至此 就是把这里面的东西解压缩出来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32位元,一个64位元 目前班级用的电脑 不管是HP或者是Acer都是32位元 所以你就灌这一个 怎么灌呢? 因为我这台是64,所以我点这个 过程是一模一样的 就选setup这个按钮 不是这个哦 两个都打钩 打钩完以后 这里有设定印表资讯 你可以给他取名字 我建议你要打钩 然后下一步 然后他就会建立新的连接铺 181是一楼的总乌处 182是人事事 记得这个打钩下一步 然后你就取名字 第一个取名叫新总乌处 第二个取名叫新人事事就可以了 好,这个是181的 这里就可以自己取名字 叫做新总乌处 另外一个我就不讲 然后按下一步就安装完成了 下一步下一步就安装完成 那我现在已经装好 所以我不装了 现在还给评功一下 得多看看 这就 là 放线 那 我 在见到了 一